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玩 前几期发了几个用检测仪 检测冰箱电子元件的视频 有很多网友问我 再让我多发几期检测别的部件 今天咱们就拿这个检测仪 检测一下电动阀 就是电子烹散阀和封门 这都是封冷冰箱上常用的 这个电动阀怎么检测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检测仪 它带的线 这个线是专用插头的 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写的电动阀插口 插上以后 这个地方有两根线 有两个插头输出 一个是这个六线的 一个是五孔的 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电动阀 然后直接插上就完事了 今天再拿这个电动阀 是个六孔的 所以咱们就把它插上 什么不用动啊 直接插上就行了 插上以后怎么检测呢 这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地方 带个检测 电动阀的紫色凳 咱们写的电动阀啊 然后就是这个按钮 只要一按这个按钮啊 电动阀就供上电了啊 这个地方就会发生变化 数字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应该能听到声音 电动阀响的 登登登 响几下啊 这上面是电动阀 次比的开度啊 现在变成size6了 再按一下 电动阀又响一下 现在变成18了 又响一下 变成零了 变成零就关闭了啊 气就不出来了 然后现在再按一下啊 18 36 54 这个电动阀用手拿着 感觉特别震手啊 只要一按开关 它一工作就感觉有震动 有震感 特别强烈 登登登 响几下啊 这个就是检测 这个好不好使啊 也可以手动给它打到最大 然后 不用动了也可以 这样开到最大 开度最大 这样冰箱啊 流量最大 这是一种应急的做法 开度最小是温度快到了以后 它开度就变小了 这是电动阀的检测 我们把线给拔了 然后 看一下封门 这个就是封门 封门线也是 专用的插头 根据颜色 直接对接下 这两根黑线是什么呢 这个是加热丝 这个封门上啊 有的带加热丝的 没有加热丝的话 时间长了 封门万一冻住了 就打不开了 所以它这个带加热丝的 这一款封门 大家可以看 这是六根线的 这两个黑的 就是加热丝的 大家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加热丝 封门的加热丝 关闭以后 这个加热丝再加温了 要不时间长了 这个地方冻死了 打不开了 就容易出问题啊 这四根线是控制线 封门线接上以后啊 咱们还是按这个封门 这个控制开关 这个第四个灯 是要来封门灯 然后按一下 大家看这个封门在动了吧 关闭了现在 然后再按一下 现在封门打开了 这个工作特别明显啊 再按一下 它又关闭了 这样可以 通过检测仪 检测封门好坏 看看是封门坏了 还是电脑板 不给封门供电 直接插上就可以检测 大家看明白没有 这是插头啊 插上就行了 特别方便 这个检测仪啊 开关关死 带一个盒 放到盒里边 盒上面 这有个网兜 可以放很多连接线 用哪个 就把哪个线拿出来就可以了 就这么方便 像用户家 V2的话呀 携带也是挺方便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点击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请点击关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